张居正是明朝第一名相 他在万历初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 是国家一步步走向的繁荣 但正在认真的办事 却有人认真的弹劾他 有人说这是唱反调 是拆朝廷的台 但有功之人是否就一定无故 最终告状的人倒了霉 认真究竟伤了谁呢 湘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奖餐 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二集 事情怕就怕认真 在明朝万历初年 登集仅仅七天的万历皇帝 便以最快的速度驱逐了前朝旧臣高拱 震惊观察 此时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 真正的幕后推手是李太后和张映太监冯宝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坏脾气的高拱得罪了新太后 他便只能黯然退场 因为李太后和冯宝需要的人是张居正 张居正的上位不仅组成了万历朝一个政治上的铁三角 更发挥了他最大的政治才能 他推行了一系列改作 不仅改变了他的时代 更让他名垂青石 那么张居正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他的出现由于万历一朝 乃至明朝的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百家奖盘栏目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邦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万历新王路第二起 事情怕就怕认真 这个张居正曾经被称为明代第一名相 甚至有人说的更加绝对 说假如明朝有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是太祖高皇帝 如果明朝有一个宰相 那么这个宰相就是张居正 说起来也很有意思 除了来自于浙江永家的张冲之外 明朝中后期那些著名的大学士 几乎各个都是少年层民 比如说来自于四川新都的杨庭河 来自于江西分离的岩山 来自于南自立华庭县里区间 以及刚刚被驱逐出经典高稿 那是来自荷兰 还有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张居正 几乎每一个都是二十出头 乃至二十不到就中进士 就进汉林院 所以这也印了一句现代的实行语 叫做什么都得赶早 如果晚了可能就没你什么事了 那么这也可以看出从小立志 从小用功它的重要性 那么这个张居正呢 他是来自于湖广的荆州 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的荆州市 从小据说就是充盈绝伦 那么在当地有小神童之神 称他为小神童 但是他真正著名 还是得到一位著名人物的宝奖 这个著名人物名字叫做顾林 叫做顾林 这个顾林来自于现在江苏省的南京 当时叫南智利 这个故事可不得了 是江南的大型 至少从三国世纪开始 这个家族就散布在整个江南地区 而且人才辈出 生命显刻 而顾林这一支 他原来居住在苏州 但是在洪武年间 他迁到了南京 所以顾林在考晋士 考举人的时候 他填自己的籍贯 都是填上元籍 无限人 上元就是现在的南京所在地 他这样填地 而当时的南京和苏州 是中国的政治 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 所以顾林实际上成为一个 非常著名的文化人 在明朝的洪志和正代年间 号称有十大才子 这个顾林就是其中一个 因此明史 维他利传 就利在专门为文化人写传的文愿传 他利在那里 但是顾林和一般的文化人不一样 他还是一个政治家 我们把他的履历翻开一下 他曾经在南京 做过立部的官员 后来 或者说与此同时 他是交替任职 又做过地方上的支线 还做过地方上的支付 并且为了抗拒 或者说抵制宦官的摊派 被吓到北京的锦衣卫裕 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个体察民情 又有血性的官员 那么初约以后 他曾经做过浙江的部阵室 曾经做过三系的巡抚 并且在嘉靖十六年 来到了湖广 来到了武昌 做湖广巡抚 当时的湖广巡抚 管做两个省 我们现在的两个省 就是湖南和湖北 但是当时是一个巡抚管 那么他来的这一年 明朝正是湘氏年 什么叫湘氏年 就是各省都在这一年 举行湘氏 选拔举人 就在这一年选拔举人 那么这一年 张居正正好十三岁 十三岁的张居正 也在这一年来到了武昌 因为武昌是湖广的省会 在这里准备碰碰运气 同时由于有人的介绍和推荐 准备要见一见 这位湖广巡抚 顾林 这一来可好了 当时十三岁的张居正 竟然和将近六十三岁的顾林 成为望远桥 顾林先是看了张居正的 别人送过来的文章 一看就拍案教权 连成国事 后来一看到这个小孩 十三岁的小孩 更加嘖嘖成哉 连呼小友 你是我的好友 你是我的小友 是荆州秀才 那么一边称小友 一边把自己的这个书的这个袋子解下来 帮十三岁的张居正细上 口里还要说 卢子善自尊重 你好好的善自尊重 日后莽袍玉带 只可带 我这条袋子实际上配不上你的 不但如此 还张罗吃饭 六十三岁的巡抚 请十三岁的小友吃饭 这吃饭的期间 还把自己的小儿子请出来 对张居正说 你认识一下这位小友 希望我的小友 在日后发起以后 不要忘记你的这个小友 顾林这个小儿子叫顾俊 这变成一时的佳话 以后凡是谈到天下的人才 这个顾林就不忘记要推荐这个张居正 说这个张居正以后是国家的动量制裁 你看看 顾林当时是正三品的风疆大力 对一个十三岁的小孩竟然这样的褒奖 所以当时是传闻美谈 传闻美谈 张居正在若干年后 他还跟有人回顾起他这一段往事 他在自己的 他的集资里头书记了一篇文章 回顾了这么一段和顾林相见的经过 而顾林的这个小儿子 叫做顾俊 后来在张居正做首辅以后 还真到北京去拜访过张居正 两个人俯经追戏 感慨不已 可以说张居正是一辈子敢去顾林 张居正十三岁 便少年成名 与顾林的这段交往 更增加了他个人经历的传奇色彩 从荆州秀才到一代名相 张居正是如何走向仕途之路的 在他取代高谷成为万历朝的首辅以后 他又为这个王朝带来了什么呢 时下不少写明代的一些普及读物 写张居正的一些读物 都在编译着一个故事 一个什么故事 说在嘉靖十六年 也就是张居正十三岁的这一年 本来张居正是可以考取举人的 但是由于这个巡抚顾林的祖子 所以张居正没有中举人 那么这个故事流传的很广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说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小说家言 什么叫做小说家言 他就加上了小说家的很多译册在里面 加上了一些译册 那么在嘉靖十六年 也就是张居正十三岁的时候 他没有中举人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他是参加了这一次的相识 但是没有被录取 不是因为顾林的阻碍 而是由于他自己没有进入录取的序列 另外一个原因 也可能是他这一次到武昌来 就是同朋友的推荐 他父辈朋友的推荐来建巡抚 而未必参加科技考试 当然也可能既参加考试也来建巡抚 但是没有录取 不管什么原因 顾林的这一番鼓励 后来读给张居正有巨大的动力 人是需要鼓励的 张居正尽管在十三岁的时候没有中举 但是三年之后 十六岁他中举了 这又是一个少年成才 十六岁中举 在当时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 可以说是也是少年得子 但是后来考会士考进士出现了一点点挫折 所以他十六岁考上了举人 到二十三岁的时候 他考取了进士了 二十三岁考取进士 仍然是少年成才 而且被选入到汉林院做书记事 三官以后留在汉林院 变成了储相储备的储 我们过去经常谈到 熟记事人们就把它称为储相 何况留在汉林院 留在汉林院的张居正 表现出不同一般的这种秀赐 人们看到汉林院的这位年轻的使官 谦虚 谦慎 谨慎 低调办事 但是敢于担待 而且还非常有谋力 典型的宰相制裁 所以当时的汉林院的学士 就是徐杰 徐杰对他非常的其中 那时候徐杰跟严松关系不是太好 就记载说严松有点忌讳徐杰 凡是徐杰看重的人 严松都有一点给小些穿 但是对于张居正 严松也同样的厚爱他 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个年轻人的成长 后来张居正进入到豫王府 做了豫王的教室 也就是后来的龙庆皇帝的老师 于是他和高国成为同事 又成为朋友 等到龙庆皇帝继位以后 张居正进了内阁 不但进了内阁 万历皇帝继位以后的第七天 高拱被驱逐 张居正做了首辅 从龙庆六年开始做首辅 这个时候 张居正的好朋友冯宝 冷蓝主持着四弟姐 而万历皇帝的母亲 李太后 和他的已经死去的丈夫 龙庆皇帝一样 对这个张先生极其的尊重 所以他们三个几乎构成一个政治上的铁三角 内侍由冯宝做主 外侍由张居正做主 而李太后是他们的靠彩 万历皇帝当时年龄还小 十岁继位 那么国家的事情 实际上是在张居正的主持之下 一步一步推上前进 所以张居正也特别能够发挥他的才能 他在嘉季末年和龙庆 已经在进行的这个改革的技术上 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改革立志 心力除弊 朝廷内外 新兴向的 所以这个国家在他的治理下 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发展 对于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这个执政情况 明史有一段很好的概括 明史是怎么概括的 他是这样概括的 居正为正 以尊主权 克立直 姓赏华 一号历为主 虽万里外 朝夏而夕行之 诸位军义者十六个字 哪十六个字 尊主权 克立直 姓赏华 一号历 也就是说 他要求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都必须在认识上 在实践上和朝廷保持高度的一致 要认真贯彻 履行朝廷的政令 并且 他通过一系列办法对官员进行赌场 有功则赏 有罪则法 所以这样一来 整个官场都动起来了 整个官场都认真起来了 而这种风气 在明朝早已经变成历史 多少年以来 上上下下都是拖沓乘风 相互吹捧乘风 自由散漫乘风 尽管徐杰做了一些诊治 尽管高拱 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都不足以改变 官场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散漫之风 而张巨正的横空出世 就像一股强劲的台风 震荡着官场的一壶死水 他起做这种作用 我们过了若干年以后 来评价张巨正 他当时的这种种种的措施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 张巨正的基本精神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明史的那十六个字 而他强调的 实际上真正强调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 认真两个字 就是认真 要求所有的官员 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要求所有的官员 认真贯彻朝廷的政令 就像一位伟人说的那样 世界上的事 怕就怕认真而止 如果认真办事 又负起责任来 那么看上去好像办不成的事 也许就办成了 如果你不认真 不负责 明明可以办得成的事 一拖他黄 所以张巨正他强调的 他推行的 他实际上是这两个字 认真两个字 他自己以身作则 认真负责 对朝廷负责 对皇上负责 认真督察官员 要对朝廷负责任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都看到 风气变了 整个官场的精神 官员的精神 他调动起来 办事效率 他也提高了 朝廷的积蓄 他也丰富了 而且东南的海江 西北的边境 虽然小事不断 但是没有大的坏 整个明朝 正在有序的发展 那么 大家都在 憧憬和欢呼着 大明盛世的 再一次的到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李太后 张居正和冯总 这个万历朝 政治上的铁三角 稳定而配合默契 这是张居正的改革 能够顺利的贯彻之心 没过几年 便取得了很大的反向 整个官场 与社会的风气 为之隐形 难言颓势的明朝 又挽回一个 中心的团变 张居正的个人声望 也因此达到领点 但在一片欣欣向能的同时 有人却唱起了法调 矛头直指功臣 张居正 就是怎么回事 但也正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股杂音 一股什么杂音 我们刚才说 张居正 他在认真地办事 并且也要求别人认真地办事 恰恰有一个 和张居正同样认真点 他发出了杂音 这个杂音来自于东北 来自于辽东 辽东有一个寻安御史 叫做刘台 这是一个极其认真点 他在东北 向北京发出了一个弹劾书 弹劾张居正 弹劾张居正什么呢 弹劾张居正 善作威复 灭祖宗法 八个字 善作威复 灭祖宗法 而且他认真地开列了 张居正的十大过错 所以明朝人写咒书 弹劾宰相 弹劾首辅 也是很有意思的 动不动十大罪障 动不动十大过错 那么这个刘台 列举了张居正的十大过错 而且每一个 他都仅仅扣住两个字 哪两个字 主字两个字 主字 如果我们概括起来说 他怎么说张居正的 说张居正 灭祀主字 前字言论 驱逐高拱 威富自操 引用诗人 欲留后落 收受贿赂 富贯金属 等等等等 这么一系列的过错 刘台的这个咒书 刘台的这个对张居正的弹劾书 可以说事前没有任何阵兆 所有的人都觉得突然 觉得这是一个在最不应该的时期 所发生的一次最权威的人士发动挑战 那么大家就要问 这个刘台是不是没事找事 这个刘台他背后又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实际上他没有什么目的 这个刘台可能还是值得关注的一个人 他来自一个地方 来自哪里 来自于江西的吉安府 安府县 我们谈顾林律首 刚才说顾林 说到苏州 说到南京 是经济文化的重心 但是大家也不要小看江西这个吉安府 这个地方在宋朝 出了文台领袖和文化兄 出了一身正气的文天祥 在明朝出了一批大学士 谢敬 福广 杨世奇 陈循 都是从这个吉安府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 号称文章结义之邦 这位刘台可能就在这个文章结义之邦 这种气氛的熏染之下 他办事特别认真 认识特别较真 眼睛浓不得沙子 他和大家一样 看到张继正的贡献 但是他也看到张继正的毛病 他希望张继正既是自私的人臣 同时又是道德的楷模 希望他做一个圣人 希望他是一个完人 但是他观察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感到失望 最要命的是 他在对张继正的弹劾书上 还专门说了一段话 说了一段什么话呢 他告诉大家 我是张继正的学生 我现在弹劾他 可能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但是他告诉大家 他绝对不是忘恩负义 他不是忘恩负义 他是因为为朝廷的事而担心 他是因为为张继正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痛心 所以他上述了 他希望万历皇帝 让张继正继续把国家的事情管好 但是必须要限制张继正的权力 必须对光张继正做了不好的事情 要进行制裁 他说他这是为国家好 他说他这是为张继正考 你看看 他是这样认为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在中国古代 为长者会 为尊者会 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 刘台作为张继正的学生和下属 在国家改革的关键时刻 却首先对老师发展 在外界看来 不仅是大胆的 甚至是不可时宜的 那么刘台弹劾张继正的所谓十大过错 是否属实 面对他的弹劾 万历皇帝和张继正又是怎样的反应呢 在明朝的历史上 甚至在中国的历史上 学生弹劾老师不是说没有 但是极少 因为中国人特别讲究私生的勤奋 嘉靖时期 一个著名的官员 受到很多人弹劾 这个人叫严松 但是在弹劾严松的人里面 好像没有发现严松的学生弹劾他 所以刘台出来弹劾张继正 这时张继正觉得极其的难看 他会想自己辛辛苦苦为卓国家做贡献 辛辛苦苦为朝廷做贡献 难道自己的人员 难道自己在学生中的心目中的地位 还不如严松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郁闷 大家可能还要问 这个刘台弹劾张继正这么多的过错 那是不是有点浮夸 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 但是我这里要告诉大家 刘台对张继正的指责 可以说是事事确凿 见见不虚 他说他的都是事实 但是话再说回来 又应了刚才说的那句话 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而止 如果不认真把它拎起来 你像社会经济发展 财富积累了 消费水平提高了 那个官员贡献大了 地位高了 发点小财 寻点小师 捉点小臂 捞点钱财 拍拍皇帝的马屁 或者卖卖官职 卖卖人情 这个如果不认真去追究 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是刘台不是这么看 他是个认真的人 而且这些事一旦认真 把它拎出来 他都是违反国家的法律 但是刘台尽管这么看 万里皇帝不这么看 冯宝不这么看 太后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认真要放到认真该办的事情上 张继正认真帮国家办事 那就是贡献 你刘台认真来挑张继正的赤 那就是拆国家的台 拆朝廷的台 你这个认真用的不是地方 所以万里皇帝赤则刘台 说是 说他亡言 说他诬陷忠良 并且派锦衣卫的校尉到辽东 把刘台抓回北京 下到锦衣卫的监狱 那么按照这个时候 按照一般的情况 张继正他应该怎么做 张继正所做的事情 他可以照常的上班 照常的在内阁组织公务 别吭气 以表示自己有虚心接受批评的 这么一种气度 最好他要向皇帝上诏书 说刘台对我的批评 某些地方说的还是有道理 我接受他的批评 我有些地方做的不够 希望皇上处置我 这样来表现自己宰相度里好称传里这种胸怀 并且要求赦免刘台 不要追究他的责任 像我提点意见 这是很正常的嘛 因为在明朝 所有的大学士 不管你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没有人不受阎官的坦克 包括徐坚 包括高拱 各个都被阎官批判的体无丸腐 所以在明朝要做大学士 特别是在明朝要做首辅 不那么容易 你必须要具备抗击打的人力 必须要有赖得住批评的这种素质 要有这么一种精神准备 要有接受批评的这么一种哑量 但是张居正没有 这恐怕也是张居正的问题 由于功劳大了 由于贡献大了 由于太后这类的孔着他 宠着他 由于风暴这类的富着他 所以张居正他也在发生变化 他由一个年轻的时候很谦虚 很低调 并且有担待的这么一个青年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自负 同时又有担待的一个大成 问题就从这里出来 所以他接受不了刘太的批评 不但接受不了 还向万历皇帝施加压力 他怎么施加压力的 那个明史也有记载 明史记载他 面见皇上 然后扶在地上 哭泣 扶地不起 结果弄得万历皇帝 亲自下狱坐 把他残扶起来 不到底安慰他 然后他勉强冷出了哭声 勉强答应 为国家继续办事 但是回到内阁以后 回到家里以后 他又拒绝世事 什么拒绝世事 发下来的公文 需要他票语的东西 他不票语 这样一来 因为整个外朝的运转 都是在张居正的主持之下运转 那么这样一来 国家就停摆了 停摆怎么行 最后万历皇帝没办法 又亲自下了一道手遇 让斯里坚的太监 放到内阁 让斯里坚的太监 跑到张居正家里 请他出来 那么这样一来 皇帝就要给他面子 怎么给他面子 要对刘台实行沉重的处罚 当时是表示 要停藏一百 要发配到边缘的地方冲军 直到这个时候 张居正才态度好了起来 民使说他 扬句书就 什么意思 表面上他也上一个书 来云就 刘台 说不要这么严重的惩则刘台 作为注意 扬字 这是表面上的意思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这就表现出张居正 在某些方面 他缺乏一种哑量了 为什么不是这样 后来刘台被革之为民 革之为民以后 有些人干了两件事 干了哪两件事 第一件事 新任的辽东巡护 辽东巡安御史 就是接任刘台的 就在辽东 调查刘台的经济问题 你不是坦克守府 说是收受费路 说是副官 金楚吗 那么我们调查你 你是不是真的那么干净 因为在明朝一个欺品官 俸禄是非常低的 我们要调查一下 你的生活来源在哪里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江西的巡抚 因为刘台是江西安御人 江西的巡抚也派人 在刘台的家乡 调查 刘台家里 是不是在乡间 有为非作歹之事 这个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 两个事 读说是事实 刘台在辽东经济上 不那么清楚 刘台的家里 在乡间就是为非作歹 结果这样一来 对刘台重新进行判处 重新来定他的罪 这个刘台最后被流放到广西 而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 也被处以不同的罪行 所以大家就觉得 张居正理这个做法 就太不地道了 你一方面表面上营救刘台 另外一方面 当然我们这里要说 这两件事情 我现在还没有考据 不知道是不是张居正的事意 还是别人为了拍张居正的马屁 来这样做 但是后人都把这个事 算在了张居正的账场 按理来说 在张居正万里初期 主政期间 刘台这个事情 按道理来说 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这个事情应该很快就过去 但是它没过去 如果它很快地过去 我们今天就不讲它的事情 如果它仅仅是个小插曲 在整个万里政局里头 那么多大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它 是因为在这里 埋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隐犯 埋下了一个什么隐犯呢 认真办事的人 他受到国家的褒奖 张居正得到皇帝 得到太后 今生上的抚慰 那么认真在坚守祖宗法度的人 认真在维护国家制度的人 他受到了惩罚 这个道理到哪里去讲 不仅如此 第一 大家都觉得对刘台的处罚过重 尽管刘台对张居正的弹劾 有些火力太忙 有些语气太伤害张居正 但是刘台所得到的处罚 和他所犯的这一点点过错 那是最小最轻而处罚过重 因此大家都为刘台打抱不平 而且刘台他也没错 他要求你张居正 不但做仁臣 而且做楷模 这有什么错吗 因为在中国古代 以利为师 你守府就应该成为天下人的榜样 所以刘台要求的没错 这是第一 对刘台处罚过重 第二 张居正 你也太经受不了批评 这不变成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贡献 我们大家都看到 而且国家也给了你高官后路 而且你的儿子 乃至你的孙子 都在享受国家的待遇 什么你就接受不了一点批评 刘台所说的那些事 你敢正面来对待他们 你不敢正面对待 所以这样一来 就为以后 清算张居正 留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隐藩 因为张居正 他不但不做这个楷模 而且他不卸助这个开门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尤其是第三 这个认真的刘台 在他的诏书里头 还认认真真地说了一件事 他说我现在 对张居正的一个事情 要提出预警通告 希望皇上 希望天下人都提高警惕 警惕张居正的一个事情 那么警惕张居正一个什么事情 实际上 古今中外 普通老百姓 都有一种 或者说阴暗的心里面 喜欢看著名人物的笑话 喜欢看 等着看公众人物的笑话 喜欢看 有钱有私人的笑话 于是等 刘台的这个预言 刘台这个预言 不需要大家等多久 就只等了一年零八个月 而刘台这个预言 还真是应验了 它是一个什么预言 这个事情 我们留在下一集再讲 谢谢 明朝万历五年 张居正的父亲去世 这原本是一件再处从不过的个人私事 却因为张居正的特殊地位 而演变成政治事件 面对张居正是否该回想首席的问题 明朝官场上演了一场混泡与道义的较量 最终暴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却含了读书人的心 张居正看似赢得了权威 却输了天下的道理 将其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带来万历新王路第三集 混泡与道义的较量